艾河真正上的新闻 我们比较留意的 大概已经差不多快20年前了 但是因为艾河的上游 你如果下了雨以后 港口就海水涨潮 涨潮的时候 那个艾河水跟岸边离的距离 其实很短的 那个可能就是接近一米多 你就看到说 那个艾河的水 快要满到路边来了 就上面就淹水 那这些淹水的好些地方 其实是当年高雄市跟高雄县 两个分界的边边 这很有意思 虽然艾河都是高雄市在管 可是因为它上面的积水区 两边一边在左边一边在右边 那我们就很明显的感召到 一个问题 但是由两个不同的人来管 这两个优先不一样的时候 真的好像应了我们有一句俗语 就是一个河上挑水喝 那两个河上就怎么样 到了三个河上最后就怎么样 那这个不是没水喝 是那个协调的时间 花掉的比你做的时间来更久 那我们在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 就有告诉他们说 水不分 就是你大家下不去 最后爱河水脏 爱河水变怎么样 其实是不分你我 上面沿水呢 水也不会只沿左边 不沿右边 其实两边人都会沿 但是以一个专业者的角度 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 问题的核心呢 不是我们不会做 而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你的优先选择 跟它的优先选择不一致 所以这意见没办法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最后选择就是 那你的我不支持 我的你不支持 那在这种分裂状况下 问题就一直卡住 你看爱河要把它变干净 要整理 要花这么多的不同的措施 譬如说有些脏水 你就要在上游先把它挡住 不要让它流下来 那那东间这个雨水 水沟 污水 下水道 每一样东西都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才能够做得好的 所以要花力气 都不一定做得好 如果更何况 如果不花力气 那就根本不会做好 如果未来有任何的改善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们两个愿意协助 台湾水的问题 从爱河的角度呢 我们倒不认为技术是最前面 往往那个合作 愿意跨不同角度 不同立场 一起来合作 把这个问题讨论好了 这个反而是一个转捩点的关键 从爱河的诊治到现在 我相信没有人宣布说 爱河已经诊治完了 那现在当然整个高雄市 市政府也是单一了 但是它还是跨过很多部门 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合作 在台湾需要更多好的例子 我们不但有了机会 而且我们有了技术 更有了这个决心之后 做出来的是会更多人喜欢 也更多人称许 面对共同的问题 合作是唯一的路